这不是一个人 这个人的头发在左边 我的头发在右边 这样就是一个人了 这也不是一个人 这个人的眼睛大大的 我的眼睛小小的 我的鼻孔大大的 这个人的鼻孔小小的 马三炮极力地为自己惦记 可却被汉奸用玉米塞住了嘴巴 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他从这么大的时候 就没有一句实话 为了稳住鬼子军官 汉奸便提议先去外面吃东西 等吃饱喝足后再把他抓回去灵场 没一会的时间 鬼子就喝得烂醉如泥 而看到这一幕的秀秀 便立刻来到柴房准备放走马三炮 但作为交换条件 必须要轻他一口 无奈的马三炮只能献出自警出问 然而就在这时 喝醉酒的鬼子军官却来到了后院 并且还看上了汉奸的媳妇 无力反抗的女人只能大声呼救 恰好被准备逃跑的马三炮所听见 充满正义感的他不想见死不救 于是转身便拿着砖头朝屋内跑去 与此同时 汉奸也在小弟的告知下 得知了鬼子的畜生行为 可就当他心惊胆战地赶到房间时 却看见让他震惊的一幕 只见鬼子满头鲜血地倒在床上 别学着 鬼子是我杀的 马三炮 反应过来的汉奸当即就要拿枪 但却被媳妇极力劝服 表示刚刚如果没有马三炮 现在躺在床上的人就是自己 马三炮见状也不想过多解释 当即就准备离开这里 可不料却被汉奸一把拉住 就在二人争执之际 听到动静的秀秀也赶到了现场 看着眼前骇人的阴影 秀秀被吓得紧紧抱住马三炮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面 马三炮便让汉奸将计就计 把院子的鬼子全部杀掉 临走之际 秀秀还不忘拿走哥哥的手枪 随后马三炮和秀秀便悄悄来到了院子 为了不伤及老人家的幸运 秀秀便小心地将他扶进屋内 眼看鬼子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 马三炮决定先搅了他们的枪行 可就在这时 一头鬼子却突然被尿憋起 马三炮见状果断地扣起单击 没有还手能力的鬼子瞬间倒闭 奈何鬼子的力气实在太大 马三炮根本没有瞄准的机会 好在秀秀集中生智往后倒 直接将鬼子压得口吐白目 趁着秀秀拿枪之时 鬼子试图起身反抗 不料却被马三炮一枪击毙 而看到这一幕的鬼子转身就跑 由于马三炮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导致连开三枪都没有击中鬼子 不甘心的马三炮紧追不舍 可就当跑到一处树林时 斜坡却突然出现一火鬼 马三炮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便假装在树林里面打你 在一番询问后才得知 原来他们是抗联的小分队 由于刚刚剿灭了一对鬼子 得知马家屯附近有伪军作损 才特意换上的鬼子军装 随后马三炮便带着众人来到冯家 看着横七竖八的鬼子尸体 队长不由地夸赞起马三炮的能力 但由于冯老二替鬼子犯了坏事 于是队长便决定将他带回组织教堂 而这时的马三炮也提出了自己的情形 新龙山上的抗日兄弟都被鬼子所围困 如果现在赶过去说不定还能救下他们 队长听闻立刻就答应了下来